享受人生 老實講 Makio這個減肥很嚇人 很嚇人 這個因為我自己去健康檢查 醫生說我有一點點胖 這個他要我減個幾公斤這樣子 OK 那我就開始減 那我怎麼減呢 我就是盡量澱粉少吃 或者要吃澱粉 也吃比較好的澱粉 比方說番薯這樣 然後再來就油炸的幾乎不吃 再來是甜的水果少吃 再來是吃的量減少 多喝水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弄得搞了半年才瘦三公斤 搞了半年才瘦三公斤 而且那個瘦很特別 那個瘦室我去做肝的超原波 因為做健康檢查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你體重有減低 減了幾公斤對不對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你本來有一點點 脂肪肝現在都沒了 你看減個三公斤 脂肪肝就沒了 就表示說其實健康 這個適度的健康的減瘦 其實對身體真的有幫助 這個在臨床上 我們稱作有效減重 對 因為減重有分 就是簡單講是無效的 那個是有效 那鄭大哥你剛剛提到 半年減三公斤 你就應該都維持了對不對 對 就不容易在胖 也不容易在瘦 對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幾個 就是減重的大原則 那最主要就是說 你減的比較慢一點 但是你沒有負胖 所以這個叫做有效減重 那我還 而且是每天幾乎 平均走一萬步 那很多耶 一萬步 這樣 不是很激烈的運動 現在上班族大概統計 一天大概是兩千到三千以內 步數 對 就這樣而已 對對對 所以其實你已經很多了 對 你知道我高興的地方在於 我要停車都嘛 有停車會就給人家停 然後就走遠 走遠一點 就把他當成運動 是 不是 怎樣 沒有 那就不要開車啦 直接走路 不是 你不要開車就走太遠 而且會滿深汗 然後時間來不及 對 不要取笑老人家 好 這個今天邀請到Nakil Nakil是暴瘦二十五公斤 那這是以前的Nakil 這是懷孕的 生完小孩的體重 是 是 是 啟鵬你不要看那麼久啦 因為我覺得說生完小孩 這樣的一個身材 其實也還不會很誇張 除非是照不到的下半身 是是 真的很胖 好 那這個 那你在這是剛生完孩子嗎 對 生完差不多兩三個月的時候 生完月子 好 來來來 那這個是在當時懷孕的時候的體重 吃的 哇塞 真的是不能看 我那個時候連看自己的鏡子 都沒辦法 不敢看對不對 對 不敢看 覺得這是誰啊 怎麼會一坨肉跟豬嗎這樣 好 再看一下下一張 這個已經瘦了幾公斤 十公斤了 但是還是看起來是虛胖虛胖 最胖的時候多少 最胖是七十公斤 最胖七十 是 身高多少 一百五十八公分 一五八 七十 七十是真的滿有肉的 是 很多肉 那是懷孕的關係 那個是懷孕啦 是懷孕的關係 對 對 我也以為是懷孕的關係 根本不是 不是 那小孩落地之後剩多少 六十八公斤 沒有二天公斤 沒有那麼硬的 真的嗎 對啊 沒有那麼硬的 那其實這個就大概是六十公斤左右 差不多 OK 好 那看下一張 這個是還沒有懷孕 差不多三十歲的時候 三十歲的時候 OK 好 這個你就說 要工作也很認真 玩也要很認真 是的 對不對 好 那麼這個是媽媽是不是 對 媽媽還在的時候 其實我那個時候是因為 那個時候是把工作先停了一半 然後就是想說陪媽媽的時候 就一起跟她吃喝玩樂 就一起 然後就變胖變胖變胖 吃喝玩樂就變胖 這個是媽媽 對 我記得媽媽當時有來上節目 那媽媽後來不幸走了 對 是是是 OK 那你的二十五公斤 是這樣減多久 減多久 其實要 現在小孩子一歲在四個月左右 所以就是可能花了一年的時間 一年減二十五公斤 二十五公斤 那一年減二十五公斤 是你自己要求你自己嗎 其實是為了小孩而瘦的 剛開始是為了漂亮而瘦 但是我覺得說可是女生一輩子都在減肥 然後是為了就是給就是大家看 或者是自己覺得很滿意 可是就是我真的要有意志 要瘦下來的感覺是 因為我以前都走不健康的瘦身方法 那現在就是去研究就是營養 或者是那種就是營養補品 或者是因為懷孕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會送補品 然後就會吃吃吃吃 但是就是後來就覺得說不能再這樣吃了 就是怎麼樣瘦都瘦不下來 對 對 然後卡關了 可是現在就為了小孩 想說我想要償命 然後想要有體力 然後想要健康 然後就一直去研究研究研究 然後才發現原來我就是因為這樣才胖的 而且這樣才瘦 然後對 就是以前的方式都是不健康 可能會早死的那種 對 但是我現在找到一個方式是有營養 然後就是也可以就是博到一些 就是自己可能 你看做媽媽多偉大 為母則強 就是為了小孩要減肥對不對 要想要跟他多相處一點 要把這個小孩 你要把他養大對不對 沒錯 然後要賺錢 然後給他過好的生活 好的教育 好的環境 環境 對 那你被胖成七十公斤的時候 是怎麼吃的 那個時候是因為可能就是大家都覺得懷孕 多吃一點沒關係 你就是一個人兩人份 這個是天天聽到的 你說你不是懷孕的時候也是七十 沒有 沒有 懷孕是七十 但是就是可能沒有懷孕的時候 最胖的時候應該是六十幾公斤 六十幾 對 那個時候是去泰國 一個禮拜胖了八公斤 一個禮拜胖八公斤 怎麼吃的一個禮拜八公斤 然後回來就是台灣可能海關 就已經認不出來是誰了 天啊你一個禮拜胖八公斤 一天增加至少一公斤 對啊 一天一公斤 那怎麼吃的 可能是鬼上身還是豬上身 還是什麼 就是邊吃邊走 邊吃邊走這樣 一公斤要攝取 就是要七千七百大卡 對 對啊 你八公斤 還是有喝甜飲之類的 喝酒 什麼都有 因為那個什麼都有 全部都吃 對 什麼都吃 就不計口這樣 一直吃邊走邊吃 然後天天就是沒有什麼睡眠 一直在吃 然後就一嘴一個禮拜 泰國有可能 泰國那個美食 真的太好吃了 又便宜 我自己也嚇到 就是說已經胖到 已經有一點認不出來了 那當你胖到六七十公斤的時候 你敢出門嗎 其實大家就是會虧 就是說你這樣子認不出來 就是胖到已經不知道你是誰了 然後就是有一點就是已經 因為過了那個體重之後 你可能就直接就是胖下去 不是瘦就是要胖下去了 然後那個就是有一點危機感 就被打醒 就是說不能再這樣吃下去了 不能這樣瘦下來 不能再這樣 對 一直吃一直吃的 是 然後就開始就 趕快用另外一種 減肥方式 Makio一百五十八公分 懷孕的時候七十公斤 但是即便沒有懷孕 你也六十幾最胖的時候 對啊 你能忍受你七十公斤嗎 不行 臭 我先剛剛簡單講一下 Makio的狀況 因為剛剛我們錄影前有問他說 他以前大概沒有懷孕前 平均體重多少 他說大概在四十七左右 那我跟大家就是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通常女人會變胖 會有幾個階段 大概會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在懷孕的時候 這個一定是大家都會變 都變重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在所謂的這個上班的時間 就比如說壓力爆表 要升小主管那個階段 臨床上就常看到 壓力大的時候會變胖 第三個階段就是更年期 所以大概會有三個階段 是跑不掉變胖 那因為以Makio 他在那個減肥 就是說懷孕前的體重四十七的話 正常如果懷一個Baby 應該是要胖十二公斤左右而已 所以所以那時候 我我加起來大概你就是 最多只能胖到五十九 那因為你的懷孕前的體重 也是偏瘦啦 所以可以最多到六十二 可是因為你的懷疑 這個Baby胖到七十 所以其實是真的有點 對那時候有點吃過 對啊 要減肥比較辛苦 是 這個慧文 你能忍受你七十公斤嗎 我其實沒有到七十過 但也接近 真的喔 你有過那麼一天喔 我生小孩的時候也是懷孕的時候 也是大概六十幾有過 那因為我身高跟你一樣 一五八 所以完全可以體會 就是那種 就是大腹翩翩 然後腳腫起來 然後腫路像企鵝的那個樣子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